章话市南瑶宫将于3月13至19日 举办2014章话妈奔岗进乡活动 25日于南瑶宫举办活动记者会 章话市长邱建复 南瑶宫总干事林元清 章话市民代表叶孟佳等人与会 同时今年绕镜活动加入手机搜寻绕镜取APP 或利用1288语音专线查询绕镜行程同步绕镜 我们中华南瑶宫全容本港进乡 今年最大的特色是会有50年前 用走到方式走到我们古代的进入 而且会合到我们过去 这个在北港条件中 会到这个五十香 我们本港天网宫来玩龙袍 我们新港方天网宫来祝详台店 已经会交到我们的主持乡 这个部分啊 都是我们过去南瑶宫最大的色 尤其是今年 我们新称的国家无兴无劳自散 我们大家会按照我们的鼓励 鼓哉的方式 来进入我们的进入路 让我们中华南瑶宫 我们的中华妈 方华在迁 谢谢 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不管你是要骑机车 骑自行车 还是要用走的 只要你来南瑶宫给我们 报名 我们有一支进香旗 我们就送国园 你随时在哪一天 你带着这个进香旗 到我们住家的公庙 都会去收到 那个沿路共苗 跟我们历生的接待 邱市长表示 彰化妈奔港进香活动 今年已正式登陆 国家无形文化资产 是中部地区宗教盛事 每年接超过十万人次参与进香 今年更以古香路进香路线 全程徒步前往奔港地区 公庙会香 邀请全国民众 勇跃参与 祈愿国运昌龙 和尽平安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导